有有有 農家生活体验正夯 邱县长和张副县长 以及议员上官车任等人 换上专业补鱼装 立同到额眉十二寮 休闲农业区 体验捉鱼乐趣 邱县长亲自示范 补鱼大丰收 鱼网里头满满的大头莲 象征年年有余 不仅是传统客家人 拜天公必备食材 还可以育鱼三吃 美味虾锅鱼头 就是大头莲的经典吃法 承受后的大头莲 更是缩大肥美 重大约十二台金 市售价格每台金约为 七十到八十元 相当物美价廉 所以这个大头莲 代表着年年有余 我们在每个乡镇里面 都有特色 我们俄眉这个俄眉府 十二寮的休闲农业区 就是大头莲的地方 现场也很高兴 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说这种农村的乐趣 你必须自己去体验 才会了解 那我们现在住在都市人 越来越多 对农村越来越陌生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个节目 就给大家主管先体验 十二寮休闲农业区 保留了传统农家风貌 邻近市区的地理之变 也成为游客 造访新竹县的首选之一 最近几年也非常感谢 我们邱县厂上阵两年的时间 对我们儿媒乡特别的重视 尤其对我们儿媒湖周边的脚踏车的设施 人行步道 还有我们十二寮休闲农业 整个整体的规划 我想所有的乡亲 到我们十二寮休闲农业来 你会感受到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我们农村的生活 目前十二寮休闲农业区占地约30公顷 今年前就渔民将农业转型来养殖大头帘 由于邻近天鹅弥勒佛 石头山等知名观光景点 不单是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同时也是过年游玩的好景点 邱县厂也欢迎大家来儿媒乡做客 体验传统农家生活乐趣